同修求菩萨指点要不要卖房子 第二天他就梦见和一位住在腹底经退转不休的同修 说要贴广告把房子卖掉 那他想问他现实中要卖房子吗 他正在卖房子啊 他就想卖但是他又不知道要不要卖 他求菩萨指点 然后他梦里在贴广告 但是是和一位已经退转的同修在贴有关系吗 应该没什么关系 最后的梦境当中叫他卖还是不卖的 贴广告要卖 那就卖了 那个不要当心就是说 像这种不好的人退转的同修 就会对他造成一些伤害 就是说他卖房子的当中要叫他经得起考验 好了 好的明白 感谢师傅开始 感谢师傅开始